大家好,到了五月份之后,这个玉树它的生长速度再升一个台阶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气候更适合这个玉树的生长 在现在有四个注意,一定不要疏忽了 不然的话这个玉树特容易出问题 第一个就是不要忽视这个烂根的问题 在春夏交接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气温高 而且空气湿度大,玉树又饱寒枝叶的一种植物 就一定要紧防烂根的问题 我们在养护它的时候,尽量让这个空气足够的流通 不要让这个盆土长期的湿塌大 第二个要留心的就是气温已经是一步一步的变热起来了 这个太阳也是一步一步的毒辣起来了 玉树它的叶片被晒过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灼斑 一定要注意给它做一个半阴的环境去养护 第三个要注意这个虫害的问题 到了气温提升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玉树 又开始招惹这个戒壳虫了 我们发现这个玉树枝条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点的时候呢 就要给它做这个除虫处理 一般在刚刚入下的时候呢 这个戒壳虫还不会大规模的沾染这个玉树 发现一个就抓掉一个就可以了 直接人工抓会比较干净 而且无毒卫生 还有第四个不舒服的就是这个肥料不要舒服 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呢 给这个玉树施肥呢 大多数都是以氮肥为主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要预防它出现土长 就要在它盆里面给它浇上一些 这个磷酸的青甲 这是单纯的一种磷甲元素 能够中和掉盆土里面过多的氮素 对于玉树后期生长呢 是非常有利的 能够避免出现土长的现象 五月份养肥树这四个注意点呢 一定要留心了 得分点就在这里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